能存在于此地 还让的地盐如此亲和的存在 必然曾经和地盐有过牵绊 那么就只剩两人 而除了圣炎天帝以外 驼蛇古地 已然将自己的传承 完全地交到了自己手中 那么就说明 眼前的这个老者 不是别人正是圣炎天帝 小家伙眼力十分不错啊 圣炎天帝倾笑着说道 圣炎天帝所处的时代 可是大千世界及其久远的时代 那个时代 甚至连于外邪族 还没有来进军大千世界 而圣炎天帝 据说是他所在的 那个时代的最强者 就算是圣品天至尊后期的强者 对其都是毕恭毕敬 就连不朽大帝 见到圣炎天帝 都是需要行晚辈之礼 只是硝炎无法确认 这圣炎天帝 是否也如当初不朽大帝那般 踏足到了那超脱圣品的境界 若是如此的话 当初域外邪族 应该是没有能力 拿下两名超脱圣品的存在 圣炎天帝的目光 在硝炎的身上顿了顿 玄机轻声笑着说道 看样子 老夫的预言真的十分准确 你真的 从那片下位面大陆 来到了这片大陆之上 斗气大陆 看样子 老夫当初所做的选择 乃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萧炎有些惊诧 现在自己已然达到了天至尊的境界 若是自己完全屏蔽自己的气息 恐怕就算是圣品天至尊 都无法轻易看出来自己的实力 但是这老者仅仅只是一眼 便认出自己是来自于下位 而且还准确说出了 斗气大陆四个字 小姨 你告诉她的 萧炎询问她 小姨轻轻摇了摇头 轻声说到我没有啊 一哇一哇 萧炎和小姨心意相通 自然是知道 小姨并没有说谎 而圣年天地 却是轻笑出声 不要猜了小家伙 虽然这是你第一次遇见我 但是我已经见到你无数次了 你这一路上的路程 我也是全都知道 嗯 还请前辈明示 萧炎有些不知道 圣年天地在说些什么 故而认为 或许是因为自己身上的什么造化 乃是出自于在这位 大千世界的老前辈的手掌中 圣年天地笑了笑 你所修炼的一切功法陡计 包括灵觉神通 都是命运的馈责 与我倒是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一个 当初没有机会 在那榜上留下信誓的老朽罢了 圣年天地说着说着 开始自嘲了起来 萧炎则是轻声说到榜上 那是何物 还有前辈所说 见到我无数次是在指什么呢 圣年天地手掌轻轻一挥 顿时间周遭的火焰能量 在萧炎的身后 形成一个精美的莲花花包 圣年天地示意萧炎坐下 萧炎微微点点 头悬急坐了下来 只见到圣年天地 也是跟着坐了下来 与萧炎这一老一小 就好像是望年交一般 你可知道 突破圣品之后 会带来什么 圣年天地笑着询问道 萧炎摇了摇头 不知道 萧炎的实力 虽然已然到了这个世界顶尖 但还不是这个世界的巅峰 大千世界最强者的实力 目前还是圣品天至尊的 后期层次的强者 萧炎来到大千世界上 未免不过几年的时间 自然也不知道 突破圣品之后的事情了 圣言天地自然也是知道这一点 于是也没有停留太久的时间 世界之力 以及窥探世界的未来 窥探未来 这怎么可能 萧炎不可置信说道 以萧炎的认知 超脱圣品层次的实力 可以动用世界之力 倒是没什么好意外 毕竟从至尊敬开始 便是开始 与未免融为了一体 到了超脱圣品的层次 就算是和大千世界 有了初步的融合 也是没什么好意外的 但是窥探未来的这个能力 萧炎却是第一次听说 若是拥有这个能力的话 任何事情 岂不是都是可以未卜先知 那么任何事情 若都是按照 趋及必凶的路线 去进行的话 那未来还能叫做未来吗 超脱圣品的窥探未来能力 买是七天 想必施展起来 需要付出代价吧 萧炎轻声说道 圣言天地嘴角微微扬起 小家伙的见识和心性 倒是不错 无愧是夏威面丽恋而来的 不错 拥有掌控世界意志的能力 便是可以动用 整个大千世界的力量 这个能力 在超脱圣品之中 并不是十分明显 所以我觉得 在圣品之上 应该还有着最后的一个境界 什么境界 萧炎追问道 这个时候 圣言天地却是摇了摇头 这我倒是不知道 虽然我触碰到了那个境界 但是 我却并没有在那一道榜上 写下自己的名字 而是急着 去给那扑朔迷离的未来 增加一些变数 后来也是因此涌落 萧炎文言则 是思考了片刻的时间 随即询问到前辈所说的 那扑朔迷离的未来 莫非就是域外协足 与大千世界的大战 可若是前辈 可以看到未来的话 不是应该趋及避凶吗 怎么 圣言天地文言 则是笑了笑 哪有这么容易 窥探未来 乃是七天的能力 不能随意施展 而且不会知道 事情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故而也无法更改 事情能否会发生 而且 我只是触及到了那个境界 但是并没有真正地 达到那个层次 要想看清 真正的未来一角的话 或许只有达到那个境界 才能办得到 但是我在闭关朦胧之中 却是看到 有着三道身影 出现在一片虚无的黑暗之中 一道蕴含着 坟尽世间一切的火焰 一道淬炼万事万物的元素风暴 而最后一道 则是一道散发着九彩光芒 融合一切生灵的世界意志 而这就是造就那道榜的 三大世界原始之力 以硝烟的目前而言的认知 自然是无法理解 圣言天地所说的这些话 但是圣言天地却是明白 硝烟就是他所要等待的那一道火焰 虽不知前辈内心有什么大计 但是小子 来到此地 乃是为了九玄朝神爵的第九重传场 还请前辈不吝赐功 硝烟轻声说道 并朝着圣言天地的方向 躬身一拜 圣言天地微微点点头 我想 你来到这魔灵大陆 应该还有着其他的打算吧 比如前天龙黄燕 说着 只见到圣言天地的手掌 轻轻一招 四块颜色不一的 前灵之星的碎片 便从硝烟的那节之中 快速飞出落到了 圣言天地的手掌之中 从青山剑圣和太明老祖的口中 硝烟得知 这最后一块前灵之星的碎片 买是位于魔灵大陆之上 前灵之星 买是平息前灵玄凤炎暴动的关键 也是得到万帝龙神炎的关键 自从当初前灵之星一分为五之后 由于前灵玄凤炎的时常暴动 便是再也没有人 有机会进入到万火龙皇殿之中 炼化前灵玄凤炎 就算只是前天龙黄燕的核心 也没人敢去质疑前灵玄凤炎的恐怖 每一个获得过前灵玄凤炎的强者 一个未免大陆 完全焚烧成一片虚无的强大火焰 自然也是大千世界所有人都梦寐以求 想要获得的东西 而圣年天地 作为曾经一任前灵玄凤炎的主人 甚至可以说 就是前天龙黄燕的主人 自然是感应到硝烟身上 那破碎的前灵之星的存在 前辈 我在大千世界得到了一些情报 据说这前灵之星的最后一块碎片 便是在这魔灵大陆之中 不知道前辈能不能感应到 在这魔灵大陆的什么位置 若是可以得到 这前灵之星的最后一块碎片 那么得到重新唤醒前天龙黄燕 便是又增进了一步 硝烟沉声说道 圣言天地文言 虽然仍是保持着和蔼的笑容 却是摇了摇头 前灵之星 的确是存在过魔灵大陆一段时间 但是曾经应该是 有一名实力堪比 大千世界圣品天至尊初期层次的天魔帝 来到这片大陆之上 之后便失去了前灵之星的消息 我想 应该是这魔灵大陆的那两只小畜生 献给了这天魔帝强者了吧 硝烟文言 可谓是十分震惊 自己千辛万苦 来到这魔灵大陆 其中的一个目的 便是凑齐 这前灵之星 没想到这九御邪灵王 和焚炎断海章 早就将这碎片 送给了一个天魔帝层次的 域外邪族强者 且不说 现在硝烟能否找到 这名天魔帝层次的 域外邪族的强者 就算是找到了 硝烟想要将其战胜 并且得到其手中的前灵之星 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看出了硝烟眼里的沮丧 圣炎天帝 则是笑了笑放心吧 命运的使然 必定是让你在旅途之中 遇到更多的风景 是你的 终究是你的 而且 你已经拥有了 四块前灵之星的碎片 若是最后一块出现的话 讲必你 也是可以感知得出其存在的 硝烟稍稍收敛了一下 自己的情绪 旋即点点头 只见到圣炎天帝 缓缓伸出手掌 只见到与那玄炎老人 所留下来的传承水晶 其其相似的缩小传承水晶 快速在圣炎天帝的手掌之中 凝聚而出 在圣炎天帝的手掌 缓缓推动之下 飞到了硝烟的头顶 正上空 玄炎说的没错 以你现在的情况 的确是不适合 修炼九玄朝神觉的前八重 但是 这第九中的炎神 却是可以将你身体之中的潜力 完全地爆发出来 但是修炼第九 虫需要极高的悟性 即使有着前八重的基础 都未必可以成功修炼 你在传承的过程之中 务必要小心一些 而且 这传承水晶之中 还有着我的部分传承灵力 讲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使你的灵力修为 变得更为扎实 圣炎天帝轻声说道 硝烟微微点点头 放心前辈 小子必然不会辜负前辈的期望 旋即下一刻 便是见到圣炎天帝的手掌 轻轻一推 那块传承时 便是朝着正在打坐的硝烟头顶飞去 硝烟看着圣炎天帝的手势 倒是和当初的驼舍古地 有着几分相似 自己当初在古地洞府之中 也是听驼舍古地 讲过一些他那个年代的事情 驼舍古地 乃是当初大千世界 最后一位驼舍古族的族长 依靠着当初的火灵太祖的 帝炎本源转世而来 将来也是受到过圣炎天帝的传承 只是驼舍古地 当初为了在域外邪族的手中 护住斗气大陆 而不得不陨落 在那一片大陆之上 等待着传承之人的出现 可好在驼舍古地 一直都在等待的萧炎初 陷在了他的面前 萧炎只感觉到一阵暖流 从自己的头顶正上空 朝着自己的身体表面流淌下 但是这种温暖 只是持续了片刻的时间 在传承时之中的灵魂经纹 融入到萧炎的身体之中以后 一股似乎心脏落入到 岩浆般灼热的感觉 顿时涌上萧炎的全身上下 啊 萧炎轻哼出声 以现在萧炎的肉体强度 和灵魂力量强度 在整个大千世界 都算是绝对的名列前茅 但是仍然让萧炎感觉到十分的不识 可见 这股传承能量 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而处于传承时之外的玄炎老人 也是感受到 萧炎已然开始传承九玄朝神爵 于是清风说到 这九玄朝神爵的第九重年神 对于萧炎这个小家伙来说 传承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而真正的困难的 则是传承属于那圣年天地的那一份灵力传承 其中蕴含着圣年天地的灵力本源 来到这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可惜 这群别孙子居然每一个有出息的 还让萧炎这小家伙夺夺走了万零年 不过玄炎老人气愤归气愤 但是对于萧炎的传承 还是十分尽心尽力 毕竟 这是在传承大千世界的三十六道绝世神通之一 三十六道绝世神通 有一举便可扭转战局的神迹 有逆天改命的功法灵觉 自然也有像九玄朝神爵这般提升实力的强横秘法 可无论是什么 这绝世神通都是用来守护大千世界的力量 对于这一点 玄炎老人可以说心知肚明 萧炎在传承水晶释放出来的赤红色灵力能量侵染之下 浑身上都是变成了赤红之色 就连身体周围都是有着一层淡淡的火焰薄物 缭绕着萧炎的血气在其身体之外不断盘旋 对于萧炎而说 他自然是感知到这股灵魂光纹之中并不是只是炎神而已 真正让自己感觉到十分麻烦的 乃是那圣炎天地传承灵力 便是见到萧炎快速运转自身的灵力 试着和圣炎天地的这股本源灵力相互融合 圣炎天地的灵力 虽然不和不朽大帝所修炼的不朽灵力一般 除了同宗同源无法融合 但是达到了圣炎天地的这个境界 就算是身体之中的灵力也是得到了极强的升华 即使萧炎的修为达到了灵品天至尊中期的境界 想要承受这股灵力也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 可好在萧炎的灵魂力量和肉体强度 都是远远超出自己本身的境界 否则的话 这股灵力还真的会是萧炎修炼路上的一大麻烦 到了天至尊的这个境界 动不动闭关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都不算什么意外的事情 毕竟拥有几千甚至上万年寿缘 时间对于它们而言虽然有着意义 但是显然没有增强实力那般重要 焚绝 明 只见在萧炎快速运转自身圣炎灵力的同时 施展焚绝炼化体内这股属于圣炎天地的灵力 使其与圣炎灵力相互融合进入融入到自己的血脉之中 这一幕让圣炎天地见到了也是十分的震惊 这就是传说之中的驼舍轮回啊 没想到竟然真的可以融合世间一切的能量 只可惜本作还未陨落的时候 未曾和这驼舍轮回的拥有者较量一番 不过如今可以将本作的绝世神通传给同样拥有着驼舍轮回的后人 也算是完成了一个遗愿了 老夫留在这大千世界的这一道意志 也是到了该消散的时间了 说着 只见到圣炎天地轻轻抚摸了一下 自己长长的白色胡须缓缓消失了在了这片空间之中 而那传承水晶之中的能量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入到消炎的身体之中 如此持续了九个月的时间 九个月的等待 让得悬炎老人也是觉得有着那么一丝奇怪的地方 这消炎虽然没有面露痛苦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唯独留着一个没有任何反应的肉体在传承水晶之外 这小子的灵魂不会消散在里面 圣炎天地应该跟这小子没仇吧 难道是因为 不是我火灵族的子弟 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太不要脸了 嘿嘿嘿 我乐个趣 这小子再不出来 我就要进去看看了 这圣炎天地的意志 总不能在这个地方杀了自己人吧 那炎魔皇还没干掉呢 悬炎老人左右斥出了两步 急切说道 就在悬炎老人的话音刚刚落下 便是见到原本十分平静的传承水晶 竟然开始出现了异动 只见其中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一股极其恐怖的灵力 波动在这片空间之中 不断产生空间上的涟漪 朝着四周不断地扩散 什么 悬炎老人今生说道 只见到不朽神池 再次开始翻滚起来 其中不朽本源 竟然朝着传承水晶 开始凝聚而去 但是伴随着不朽本源上面的黑气 却是在遇到传承水晶上面的圣炎之后 瞬间化作了虚无 这小子 悬炎老人惊恶说道 以消炎的灵力 自然是不可能与不朽大地的灵力相融合 但是却是可以 将那不朽灵力和圣炎相互融合 但是 这其中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 硝炎能够承受融合不朽之力后的圣灵 悬炎老人见到硝炎 居然有这种举动 也是知道 此时的硝炎 应该是实力又再一次有所飞升了 但是就当不朽神池翻滚之际 悬炎老人 也是苦笑无奈说了一声 这不朽神池之中 可是镇压着一位生前达到了天魔地层次的强者 就算是现在的我 也未必可以战胜他 这硝炎居然敢去动他 在悬炎老人话音刚刚落下 便是见到这片原本充斥着赤炎灵力的空间 变得昏暗了几分 虚空之中 炎魔皇的声音再一次充斥整个空间 悬炎 你我万年来互不干涉 如今你是有本事对本座动手了 炎魔皇的身形在虚空之上 快速凝聚 指着悬炎老人怒声骂道 悬炎老人则是一脸无辜的 看着炎魔皇 老家伙 这次可不能冤枉我啊 我虽然无时无刻不想要弄死你 但是这次是这个小子 想要弄死你啊 只见到传承水晶之中 一道火影缓缓凝现而出 旋即化作一个身穿黑袍 背着一把大黑齿的青年身形 踏立在虚空之上 眼神严肃地望着那炎魔皇清亨说道 我说了 这次既然来了的话 就顺带着将你这个家伙给收拾掉 炎魔皇见到此刻的消炎 瞳孔震惊住了片刻的时间 这才几个月不见 居然从灵品中期的境界 提升到了灵品巅峰 这种提升速度 炎魔皇不可置信地说道 他可是十分清楚 到了大千世界天至尊的这个境界 想要提升 哪怕一个阶别 都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仅仅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消炎居然就从灵品中期的层次 提升到了灵品巅峰的境界 这个提升速度 就算是在狱外协族之中 也是没有出现过的 若是放任消炎继续成长下去的话 或许未来会成为狱外协族的大帝 没想到等待了这么多年 居然等来了这么个大千世界的后起之秀 大千世界的气域 还真的是很不错啊 当年出了个不朽大帝 如今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家伙 小子啊 叫什么名字 阎魔皇沉声说道 悬炎老人却是笑着说道 这小子叫消炎 跟我当年一样 天赋一名 一样才华出众 一样帅气逼人 一样乃是天赐之子 只可惜这小子头抬头的不好 不是我火灵族的直戏 不然就完美了 无论是消炎还是阎魔皇 都未曾理会悬炎老人 阎魔皇轻哼一声 消炎 今日你必须要死在本作的手里 本作不会放任你出去 坏我域外协足的好神 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消炎轻哼说道 阎魔皇闻炎 本笑说道 就算你达到了灵品天 至尊巅峰又能如何 本作生前 可是天魔帝层次的强者 就算只剩下一道残魂 也是有着 玄魔帝巅峰层次的实力 岂是你这一个小小的 灵品天至尊 可以对抗得了的 就当阎魔皇的话音 刚刚落下 便是见到消炎轻笑出声 那就试试 我的心神通吧 地言辩 当消炎的话音落下 便是看见消炎的额头之处 它散发着神圣光芒的 消足足闻散 发出一股特殊的灵力波动 只见消炎身上 所释放而出的圣炎 顿时开始朝着消炎身体 开始内敛起来 不过请客之间 伴随着圣炎的内力 消炎的气息 开始大幅度提升